各位绅士你们好 我是阿纯 今天我将融入绅士大家庭中 成为组织的一份子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番句是 我要成为双马尾 听起来是那么的小清新 但实际内容却是极其的杀雕百智 只有你们想不到 没有剧情演不到 废话不多说 故事开始 男主名叫关树总二 听总二这个名字我们就知道 这孩子的脑回路绝对是不一般的 她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爱好 就是超级喜欢漂亮妹妹的双马尾 哇 看这位前辈超可爱的 给她命名为草莓双马尾 那个女生很特别很少见 那就叫她天真无邪双马尾 哇 看学生会长这高贵的双马尾 连发梢的小卷毛都这样的美丽 那就叫她双螺旋钻头马尾吧 总之对于双马尾的执念深道 想在学校成立一个双马尾部 这天放学之后 总二忽然遇到了一个白毛女人 白毛波涛汹涌的给总二的一个手环 带着她来到了天台 告诉她现在这个世界上 正在遭受着怪兽的袭击 这怪兽不吃人 不咬人 就喜欢夺走别人的双马尾属性 简单来说就是 夺走了热爱的双马尾的心 这总二怎么能忍呢 如果全世界都被夺走了双马尾 对她而言 那这就是地狱啊 如果你不能理解总二的心情 可以试着想象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超短裙 大长腿 黑丝白丝 没有小哥哥的腹肌胸肌 这鸡那鸡 那我们的生活 还有什么意义 总二利用那个不知名手环 来了一个炎黄铠甲变身 但是 你怎么变成双马尾女孩子了 白毛解释到 这是与怪物对抗的唯一最强武装 双马尾战斗服 总二没有多说什么 开始享受成为双马尾的时刻 并且利用自己对双马尾的热爱 成功的击败了怪物 反派撑着最后一口气说 真的 这作者不是什么中二病晚期吧 就这样的沙雕羞始剧情 也可以整出来 经过这样的一番战斗 总二化生的红马尾名声大震 而怪兽那边也针对这种情况 决定改变政策 几个高层在会议室里 唧唧喳喳的讨论着 我要用女仆装 把它包裹住 马上就有怪反驳 才不是 这种情况 当然是要玩尸身捆类呀 当然是要淋水呀 不不不 都不对 一定要用绳子将其绑住 不是 你们这是什么变态组织啊 请务必让我加入 果然在座的各位都是同道中人 试问谁不喜欢软软萌萌的双马尾呢 白毛把总二带回家之后 准备在他家底下搞一个实验室 至于为什么总二会变身成女孩子 仅仅是因为白毛自己的兴趣爱好而已 原来不只是我们会喜欢一些女装大佬 是所有人都喜欢 果然剧情逐渐的变态了起来 没过多久 某高中又遭受到了怪兽的袭击 总二瞬间变成就是女英雄 小红前往了事发地 这一次的怪兽名叫罪恶魔龟 除了双马尾属性 他也有点喜欢运动短裤属性 果然反派们都是变态 但还没等实施 就被从天而降的小红一刀给秒了 龟凶一路走好 从那之后小红是到处消灭怪兽 马上就成为了全国人气最高的人 但在对抗罪恶野狐的时候 小红出现了差错 都说要知己知彼才行 小红不知道这野狐是个丝带属性 直接就被丝带给绑了起来 而且野狐还会复制功能 直接就生成了一个等身手办 这个技能简直了 教练我想学这个 小红看到反派对自己形象的玩偶 做羞羞的事情 那肯定是忍不了啊 但要让他破坏自己形象的双马尾手办 他又下不了手 野狐再一次的把他绑了起来 指挥室里白毛这边也是急得不得了 现在只有用那个办法了 那就是还有一套双马尾战斗服 总二的青梅竹马 艾香穿上之后化身为小兰 帮助总二脱离险境 消灭了野狐 看着这小兰和小红 我有一瞬间感觉他俩 好像是摸仙宝出来的 而怪兽这边频频失败 大佬再次的召开了会议 最后老大决定自己去迎战双马尾 他的理想就是 有朝一日能让最棒的双马尾少女为他搓背 小红却毫不在意 搞笑 就凭我对双马尾的爱意怎么可能输给你呢 但就在打斗时 小红发现自己并不能伤害到老大 原来老大的剑也是双马尾剑 这时小兰赶来 老大表示 曾经有人穿着和你一样的战斗服与我打过 但你的频辱和气相比 简直就是不值一提 现在身穿盔甲的你们 也会和那时一样毁灭了这个世界 小红一听这个直接就蒙了 这盔甲是白毛给的 老大说的那个之前和他打过的人 那应该就是白毛啊 咋能毁灭世界呢 难道白毛是坏蛋 老大表示 他们是想让双马尾属性支配整个世界 从而和最强的双马尾对战 现在小红已经是远近闻名了 所以这一切都是反派的养成任务而已 但是大佬你把计划这么早的说出来真的好吗 这时白毛出现了 他说在察觉出自己被利用之后 自己也无法说服自己 让这个世界上的双马尾发型都消失 之后他利用自己对双马尾的执念 做出了小红的战斗服 可能现在的你们已经开始听不懂我讲的是什么了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我自己说的都是什么 主要是我看不懂他们演的都是什么啊 之后就是一顿齐了咔嚓的打斗 老大被逼出了终极形态 原来他也是一个双马尾 看到这个形象 我不禁缓缓的打出了一个 盔甲下的你们到底隐藏着怎样的模样呢 老大你曾经又是怎样的一个少年呢 老大对双马尾的爱真的是使我感动 青梅竹马不费 吹灰之力 轻松的拿下了八百小兵 男主也成功的击杀了老大 看着空中飞舞的双马尾 老大不禁感叹 老大杀青 完结洒花 完结肯定是不能完结的 是我实在是不想再继续看下去了 我感觉这作者的脑洞啊 简直像黑洞一样大 这人是得多无聊哦 才能想出一个这样的剧情 简直就是猪二病晚期好吗 通篇都是在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幸好这番里的双马尾小姐姐都是漂亮的小姐姐 就连男主变身之后也是可爱的猛妹子 要是我的话 说起双马尾 首先我想起来的就是 女步 这还怎么搞 要说这反派的属性 真的是符合各位绅士的口味 怪不得大家都想纷纷的加入组织呢 这护士服务女服装的 搁谁谁也顶不住啊 但说来说去也就是个投行的事 正派反派都是为了这个发型 我是千色万色也没算到 有人能拿发型做一部反剧 如果你非常无敌超级无聊的话 这番的推荐指数为单可行 如果想正经追翻的话 我劝你慎重 双马尾已经出了 单马尾还会远吗 其余老师都秃了 你的头发还好吗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这样了 拜拜 拜拜 哈喽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阿纯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一定要点赞 今天太猛了 而且我没化妆了 记得点赞加关注哦